那其他研究也發現到 腸道內的菌種有透過神經傳導物質 影響迷走神經 藉以控制人體對於食物的喜好 例如某些時候 你會特別想吃特定的食物 像巧克力、漢堡、肉等等的 這些很可能就是腸道裡面的菌種發出了快樂訊號 以達到消滅另外一些菌群自己獨大的目的 好那我們前面有講到 肉食動物跟草食動物他們的腸道 長度是不一樣的 通常草食動物的腸道是生長的10到12倍 肉食性動物腸道的長度是生長的3到6倍 就是吃肉的呢 腸子比較短 而我是指腸子部分 其他部分呢不一定會比較短 好我覺得你們在開車 好那那個 你確定欸 對啦 好對啦 那這個腸子為什麼會跟著你吃的食物不同 腸本不同呢 這是因為草食動物要消化植物 需要很長的時間 因此草食動物會有比較彎曲 而且特別長的腸道 那肉食性動物則有比較短的腸道 只是因為在受力的時候他們常吞夜生肉 而且隨著時間的過去和其有因素 這個肉呢會逐漸的腐敗 為了防止腐肉在身體裡面逗留的時間過長 造成這個細菌啊 病毒或之前從繁殖等等導致了生物體生病 所以呢 肉食性動物會將吞下去的食物快速排出體外 哦原來是這樣 嗯哼 那雜食性動物就像是我們人類 哦 因為 飲食介於草食及肉食之間 那腸道的長度居中 大概是生長的4到6倍 那你知道 嘖 草食性動物跟肉食性動物 或是雜食性動物 的 身體 腸道裡面的 菌蟲豐富度 誰比較多嗎 肉食性動物 錯 草食性動物最多 雜食性動物次之 最後面是肉食性動物 這個科學家推測的原因是因為 肉食性動物的消化道結構比較短 比較直 那這個細菌呢 相對就比較容易單純一點 那草食性動物的消化道除了漫長之外呢 演化出了什麼流味啊 或是蠻腸等等啊 而且因為眾多消化油的流通 所以形成了發酵草 那這種發酵草呢 就非常適合各種細菌在裡面生存 發展 因此 這個草食性動物它們的 細菌菌蟲 最複雜 那雜食性動物的消化道長度 相較於肉食性動物長 而且具有較多的消化液 所以呢 這個 菌蟲的量 或者複雜程度呢 就 居中 比肉食性動物高 那再講回我們人類的 這個腸道菌蟲 前面講到 這個飲食會對我們菌蟲種類的影響 有研究表明 甚至也會因為年齡的飲食來源不同 造成後面個體上面的差異 例如就是出生兒的腸道中啊 菲德式菌屬於優勢菌種 成年呢 則是以格蘭式陽性菌門 及類感菌門為主要菌種 好 這邊你又要睡著了沒關係 總之就是菌種類 主要的菌種類不同 這是因為出生兒的飲食為母乳或奶粉 那菲德式菌呢 這個來源就是由此而來的 那這個小嬰兒在斷奶 而且大於兩歲之後呢 才會逐漸形成成成人相似的這個腸道菌蟲 好總之這邊講的就是呢 你吃的東西不同 主要的這個菌蟲也不同 像是你如果來吃那些油炸的啊 立得仔細 大家吃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喝水啊 不要喝那些垃圾飲料 OK 那不是你天天在做的事情嗎 很燙很燙 這個講出來 一大堆那個手要電飲料來幹我了 那個最近那個 導電速度最快的那個飲料店 我是說 我是說誰哈 我是說導 那個電 電流的電 導電的最快的物質 嗯 那個梗圖都出來了 靠腰 好 另外一個有厲害的知識 或者是比較出人意料的 你知道 你大便出來的 你確定你這兩個字講出來 是可以的嗎 欸 講到這個哭 之前拍一些跟這方面有關的那個梗圖啊 是收紅標還紅標 直接紅標 直接紅標 我靠 傻眼真的傻眼 好 總之後我們的排泄物 你知道我們排泄物的組成是怎樣的組成嗎 我不想要知道 好 基本上大家的理解就是食物的殘渣啦 對啊 那其實也包含了就是多餘的液體 這也不算稀奇 但還有另外一部分很稀奇的就是 這個組成成分裡面差不多有一半竟然是由細菌構成的物質 就是你拉出來東東呢 一半是細菌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這是因為人體消化大中的微生物呢 大部分都存在於大腸當中 包括300到400種不同的菌種 那其中的99%是由30到40種不同的細菌所組成 那在消化的過程當中呢 這些細菌好像蛋白質啊 脂肪啊 代謝粗胺啊 硫化氫啊 或者是這個什麼鬼 這個有點難念 來這個怎麼念 來考你 老師說什麼 有邊讀邊嘛 所以就要口口是不是 誰跟你口口就叫了 硬朵 硬朵好來 硬朵什麼鬼呢 這個啊 算是一種 固體 本來就是一種物質 廣泛的分布在我們的自然環境裡面 像是我們的人類啊 或者是這個畜生 拉出來的東西 都有這個物質 然後它有強烈的 糞臭味 不過這個東西有點厲害 它為什麼會有一個像 像花朵的那個朵字呢 因為它在 濃度低的時候呢 有類似於那種花的香味 所以說 它可以用來提煉 像分類的東西嗎 喔齁齁齁齁 可能吧 跟龍血香一樣 嘿嘿 總之還在消化的過程當中啊 先去把一些物質代謝出 剛剛那些講到的東西 包括引毒啊 然後產生臭味跟毒素 然後人體在把這些最終產物 排出體外的時候呢 理所當然的這些細菌 就更能被帶出來了 一起通通 一江春水 像馬桶流 那也由於這個排泄物當中 充滿細菌 這個就牽扯到另外一個 我們之前講過 大概兩次的一個 近年來流行的醫療技術 叫做 方便衛生物遺址 齁齁齁齁齁齁 用大便來治療另外一個人 你來想像嗎 是不是 之前有講過什麼 編別銀行 呃 那 差不多 那為了以防 有人沒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這邊呢 再做一個簡短介紹 其實也不是整個大便給他弄進去啦 主要是將健康的人的健康的大便裡面的健康的細菌呢 這個菌蟲啦 把它植入到生病的人的腸道裡面 這個方法呢效果不錯 是要用於治療艱難疏菌感染 或者是延增性腸病 那目前世界上有一些微菌銀行 跟那個糞便銀行有點類似 那目前世界上有一些微菌銀行 保存通過一個篩檢的糞便 也就是你所了解的這個糞便銀行大便行 只是稱呼不太一樣齁 那這些東西啊通過血液細菌病毒進生蟲 或者抗藥基因免疫疾病等近五時上的高規格檢查之後 這些合格的健康便便呢 就會在三個月內進行純化 收集分辨 好那這些東西呢在經過純化 所以分辨 離心過濾處理之後呢 萃取有效的菌液 最後呢再妥善冷凍儲存 當病患有需要的時候呢就把它解凍 然後提供健康的微菌蟲 給防疫性腸道疾病患者做移植 那我國台灣林口長庚微菌中間呢 就有這個微菌銀行 目前呢成功的案例就有100例 好原來台灣也有 開玩笑 台灣這個套那個誰講過的 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誰講過的 欸不好說 那成功的案例 這個病人呢 從三歲到九十九歲都有成功率超過九成 厲害了吧 厲害九成耶 嗯哼 甚至這個療效很遠大於使用兩週抗生素治療的 大概三到四成 而且這種治療方式呢 幾乎會有那種嚴重的不良反應 原來是直接把好菌直接植入到你身體內 嗯哼 就好過你去吃那個抗生素 而且抗生素呢 容易就是有一些副作用 沒用好的話呢 不太好 甚至如果病人不公開配合的話呢 還搞不好養出那種超級細菌 到時候載細啊 很有抗掉性 嗯 那由於腸道扮演具有上術功能的重要角色 因此呢除了那些沒有 而腸子的無腔腸動物之外呢 屬於腸子 動物將無法正常消化食物 那也無法從食物中攝取有用的營養 最後呢就會 飄起 我們今天這集是不是 又是一個知識滿滿的一集呢 請說是 請配合 是啊有 觀眾說吧 你這個來賓 不及格 不及格 是是是 超正超正 好好好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今天這集影片呢 喜歡這種知識性的話呢 就幫這個影片按個讚 然後留言讓我知道 然後呢如果你想看旁邊那一個人 你屬於在螢幕前面的話呢 我不要只有聲音的話 那就特別要留言一下啊 啊啊啊 啊啊 好那我們今天再見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啊啊